我们常说的胃反酸水 在医学上我们称之为反酸 这个主要是胃食管反流病 或者是急慢性胃炎的一种主要的临床表现 这个主要是由于胃内的产酸过多 或者食管和胃连接的地方比较松实 所以胃内大量的混有酸的胃液返流到食管所引起的症状 如果治疗起来主要的药物是质子泵抑制剂 就是我们很多人常用的奥美拉座 潘托拉座 雷贝拉座这一类的药物 或者是H2受体结抗剂 比如雷尼提丁这一类的药物 胃反酸的话 这是胃食管反流病和急慢性胃炎的一种主要的临床表现 因此我们碰到有明显反酸症症状的情况下 我们最好还是能到医院做一个胃镜的检查 那必要的情况下 我们根据情况还需要做一个胃酸的检测 来明确引起反酸的原因 从而得到针对性的治疗